在这里我示范如何用OBS直播信息 同时可以有PowerPoint一起显示出来 首先电脑放在平稳的地方 电子插在左边 插了电子后先开盖 因为电脑开盖就是开机的 而当它插了电子后就尽量不用电池 因为电池是建立的 电池越少用越好 一开后电脑自动会开 然后电脑的右边就要插这个Mouse 有两个USB插口 前面一个就是插Mouse 后面一个插入一个盒子 这个盒子叫HDMI Capture HDMI Capture就是将摄录机的影像 可以放入电脑里面 在这里可以看到 这边有两个HDMI插口 这里上有一个黄色的箭嘴 而这边是一条HDMI 这边是标准尺寸的 插在这里 这里也有三个型 对着它插就可以了 然后有一条就是 有蓝色的USB线 这条线是 因为我们试过很多次 发觉它是这一头插在这里才可以的 你看到这里写着HDMI 写了HDMI在那条线上 而这个盒这边就写着HDMI 就是这里对着这个3.0就可以了 另外一边就是B B就是代表Box 这边就不能进入的 就是HDMI对HDMI 进入了下去 由另一边的USB就插在这个 电脑后面的USB那里 这个camcorder的讯息 传进去电脑里面 最好camcorder就放在它的右边 因为它的线在右边出 而那个camcorder HDMI线在左边 在这个camcorder的左边后面 我贴了一张帖子 写着HDMI的 就是插在先的HDMI的线 由那个盒那里插过来的 由那个Capture Box那里插过来的 由那个Capture Box那里插过来的 然后呢 这个camcorder的右边呢 我贴了一张线 就是Mite Input 那这里呢 这个线就是插进去Mite Input 这个可以是有线Mite 或者无线Mite 而我们用无线Mite 那个声音是漂亮很多的 那这个就是 无线Mite的接收器 有两条天线的 两条天线 然后呢 它有两条插口 右边的插口呢 就写着Line Out Line Out 这个呢 就是插去 camcorder的Mite Input那里的 就是这个Line Out 就去camcorder的Mite Input 然后左边呢 就是一个插口呢 就是有一个耳筒的形状的 插那条线呢 就是金黄色的 那这条线呢 就是插去手机那里 就是说呢 这个无线Mite的接收器 它收到 我的无线Mite的讯息 它可以 一方面就入这个camcorder 一路摄录的时候 一路录音 另一方面呢 这条金黄色的线 就可以去我手机 也可以用另一个户口 通常是用Facebook的这个 这个页目的那个户口 来到摄录影片的 直播影片的 那右边呢 就通常就入电脑了 就是入了个camcorder 之后入电脑呢 就进去 復兴宣教示功的那个户口的直播 这个无线Mite接收器 那个耳筒的插线呢 有金黄色的呢 那条线呢 是比较长的 和有点弹性的 那去到手机那里呢 就是成直角形的 L字形 亦都是金黄色的 所以很容易认得 这个就会接到手机那里 就会能够将无线Mite的声音 都输到手机那里 可以用来直播的 这个无线Mite接收器呢 它的电池在右边的 一边呢 是完全露出了电池 另一边呢 是遮阻了大部分的电池 而这个接收器呢 正面呢 这里有Display 正面呢 就是露出了电池那边呢 那边拆下去 拆下去之后呢 继续这个按钮 它就会开电的了 然后 继续它 它又会关电的了 无线Mite的接收器呢 我就有一条带仔 用神奇贴呢 就贴了在这里 那呢 它就会自己 它向前面的方向去呢 就可以了 这条带呢 就是将那个 这个无线Mite的接收器呢 就连下去 那个CAMCODER的旁边的 那这条带呢 就是 有白色和黑色两边 是白色的 在外面 在外面 有黑色的部分呢 就会黏的 就会黏的 就会黏起来 一贴上去就黏住了 那这条可以撕开 由这里有个 孔给它穿过去 这样绑住这个 这个 无线Mite接收器 那你 拉紧 然后贴下去 就是应该再拉紧些的 因为我现在单手做 这个CAMCODER呢 为了保护呢 它有一个HOOD 这个HOOD 这个HOOD 这里呢 我手指弓里有个红点的 这个镜头这里呢 也有个红点的 这个红点 对实这个红点 我之后呢 第一样开就是开POWERPOINT 需要用的POWERPOINT 我通常放在左上角 开了之后呢 幻灯片放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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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了它之后呢 切字放映 再点它 然后呢 这个已经去了 通常都要再按的 因为之前有按了 观众自行浏览窗口 是click这里的 然后最底那里呢 就click手动 现在已经click了的了 然后呢 就确定 然后呢 就在下面这里呢 就有一个投影的 在这里 投影的 一头影呢 就会出了这个 这样的投影的视窗 就要把它缩细 将这个本来的POWERPOINT 放低 然后这个呢 就把它缩细 缩细到呢 大约是个银幕的三分之一的阔度 上下都缩细 让它没有黑边 然后呢 然后呢 就开 Chrome 下面那里有Chrome 开之后呢 就有Facebook make sure是已经log in 如果未曾log in的话呢 已经密码已经在了 就已经是 make sure是A7535A at gmail.com 然后呢 就去了页目的那个 户口的 OK 好了 然后呢 就开OBS 在右下角 在下面 底下那里 有个黑色的圆圈 我把它放在最右边那个 切了之后呢 就开了这个 OBS 有时候呢 这个地方呢 就有些 已经放了些视窗啊 那些东西 在这里 那样逐个加的 这里按这个加好 按了加好之后呢 它就有一排东西出的了 那么呢 可以首先出一个呢 就是视窗结取 视窗结取 一开始视窗结取 上面呢 就会出了一个 视窗 就是确定 确定之后呢 它现在呢 就出了一个 是Chrome那里 那里 那你可以选择的 在这里下面有选择的 这里 这里有选择的 那我要呢 就是要 presentation 那就会出了这个presentation 那是不是 确定 按下这里 确定 确定 确定之后呢 这里就有一个 就是我先的slide 开了那个 那个 那个display 那你就把它调调到 那你就把它调调到 看一下是不是 现在你用尽个高度 用尽个高度 那那个人呢 一间呢 就在这个地方 那看一下 是不是太 人的地方太小 如果太小 就把这个slide 在这里呢 它四个垃圾都可以缩小的 都可以缩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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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点也都可以缩小 这一点也缩小的 这一点缩小的时候 也都是会 整个缩小的 如果中间锁它呢 就move 将它移动 将它移动 那么呢 就 黑色的地方 就是一会儿 一会儿 摄录的时候摄录到的 好了 接着呢 又再加了 这里下面又再加了 现在已经有个视窗结取了 再加什么呢 加 视讯结取装置 视讯结取装置 在底下数起第四个 那么呢 然后上高有确定 确定呢 它因为已经选择了 这个USB 3.0 这里有选择的 这里有选择的 一个就是webcam 一个就是3.0 一个就是3.0 那现在这个就是3.0 来的 就确定 啊 不是 它放在面头 因为呢 那里有幅墙 所以变成这样 好了 那这个 我因为在家里做的 所以 就不是在教堂的情况 如果在教堂的情况 就是 你看着那里有个人 站在那里 然后呢 你把它移动 现在看到呢 就是它 蓋了这个 这个 影像 蓋了这个 这样呢 就下面 这个 视窗 可以把它移动 这个 这个 箭嘴 下面这个箭嘴 向上的箭嘴 先点击它 点击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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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高 两样一齐 然后还要加的 一定要加的 下跌又再加 加 揭取音讯输入 一定是输入 不要输出 输入 声音进来 然后呢 就是 确定 确定之后呢 这里它就显示预设 转一转 是应该是3.0的 就不要去 microphone real tag 那里 是去3.0那里 然后呢 下跌就确定 OK 如果需要再开一个 word 档案 这里我也有一个 word 档案的 在这里 开一个 我通常都是放在 左上角 开了这个 word 档案呢 也都可以再开一个 视窗 就下来 这里 加 底下 加 然后呢 又是视窗 结取 确定 那它已经选了 这个了 那你在这里 选择 选择的时候呢 你就看一下 可以是chrome presentation 现在是text maker 因为我不是用microsoft 它的名字是不同的 就是PPT PowerPoint 就是叫做presentation word 就叫做text maker 这就是text maker 这个就是 视窗 结取 2 下面 视窗 结取 2 哪个在顶 哪个就是最高的 视窗 结取 第一个 可以上去把它弄高一点 第一个视窗 结取 就是最高的了 控制哪一个在on top 就是靠下来那些 那些排列的 最高的就是on top 那所以如果 我想第一就是 第一个视窗on top 然后呢 就结取 视讯结取 那我就把这个 移动向上 那时候呢 就是那个 那个camcorder 拍到的东西 在下面 最顶就是这个 PowerPoints 我们要 等一下 能够动这个 就是要能够 这个PowerPoints 这个方法 就是这样的 要去回 这个PowerPoints 那个Display 那里 点击它 点击它 点击它之后呢 它就Active 然后下面呢 就用一个 Keyboard 按向上 向下 现在我按 它就向 向下 它就一路转断 而且它Active的时候呢 你在这里 移动 这个Cursor 你会看到 左手边 在移动的 那我就希望 当我一路读经 的时候 或者解释到某些重要的东西 你就是在那个字的 下面移动 在字的下面移动 在字的下面移动 如果有时候 在图那里 你也可以在下面移动 那如果不是的时候呢 你就将那个Cursor 离开那个画面 就会没有了 否则它整天 有个Cursor 在那里 如果你动来动去 它就整天都会看到它 动来动去的了 好了 现在这里准备好 但是随时 有时候 因为点击了其他东西 这个PowerPoint 又不是on top 那时候 你又再点击它 它就会Active 无线麦 接下这个 无线麦放射器 那么这个 插线呢 就是插在这里 这里有两个input 这一个呢 就是 麦 input 这个是麦 input 另一个呢 就是line in 是make sure 要插在麦 input 那里 麦 input那里 插在那里 那里 然后呢 就要 要开了 两个都要开的 就是开那个 无线麦的 发射器 和接收器 开个仔上高的 这个 这个开个仔上高 然后又开了 这个 camcorder 那里 那个 那个 电锯 无线麦就打在头上 好了 当 插了 无线麦 开了 的时候呢 大家就会见到 这个 绿色的 那条线 就会移动了 那 就 嗯 其实有点 现在呢 是移动得很劲 当这个声音摄录的时候 太高了 譬如呢 现在我说话 这样 那就见到 那个 绿色 黄色 去到 红色 去到 红色 就太高了 那现在呢 我就把 cursor 移动到下面 这个 设定 这个位 就是这个 bar 呢 make sure 上高的 bar 就不是下低 如果下低 那里呢 有些 app 在那里 有些 facebook 或者youtube 在那里 其他 其他 pick up 其他 其他 是上高的 声音 如果这个太高的时候呢 就按这个 右边这个 设定 这个 的 轮 按了之后呢 出现这里呢 就见到 最低 有进阶音信属性 最佳 音信属性 音信属性 按了之后呢 就会出现上面 这一 这一辣 这一辣 就是 可以控制声音 这个 left right 左右就不要动的 是这个 就是这个 音量的 啊 多少db 那么呢 就 这里呢 就有 嗯 结取 音信 输入 这个结取 音信 输入 有多少 那这里就調低了 如果它去到红色 就調低 那你一路 這樣調下去 那 就 我们 很多时候 发现呢 調到 -1.2db 已經可以 不过 如果你 譬如 现在呢 都是有过 那 再調到 就是 它不要去到红色那裏 就是 最大身都不要去到红色那裏 那 就看情况呢 是调到多少的 就是 现在 我是调到这一道 调到这一道 调到这一道 将它调低 那 调完之后呢 每一次重新开过呢 又要 做过的 这个动作是 每一次都不同的 那 然后呢 就 关闭了 关闭的时候 你看到下面那裏 是低了的 这里都显示到 -3.3db 这里呢 是有显示到 -3.3db 其实呢 这一条 在这一条做都可以的 试试 一二三四 这一条做都可以的 现在我在这裏呢 在这裏 那 现在这裏 -7.3db 我发觉呢 原来下跌这裏做都可以的 上高又可以 那这裏呢 那这裏呢 就是 你动下去 那见到它 那 没有入到红色那裏 那裏 那现在是-4.3db 你会看到呢 那裏是转的 那这个呢 那这裏呢 那这个呢 呢 就可以控制那个声量 不会令到声音拆 如果去到红色 那些声音有时会拆 好,接着下一步 在右下角这里 就要按设定 按设定 按了之后 出了一个这样的窗户 左边第二个是串流 左边第二个是串流 按了串流之后 这里有之前的金时 这个金时 这样之后有这个 之前留下的金时 按一按 然后键盘那里按Ctrl A 就会亮起它了 然后按Delete或者Backspace 然后这里就取得串流金时 因为我已经设定了 Facebook Live 所以它一跳就跳到Facebook了 然后这里就取得 串流金时 一按之后 已经开了Chrome 又开了Facebook的时候 它就会出现这个画面 而这里有一个建立直播串流影片 这个就是如果我们用业务做直播 但因为我不是用业务做直播 而是用复兴宣教事工 这样的时候呢 就在这里的箭嘴 上高这个箭嘴那里 我动上去 按它 就会出现复兴宣教事工 就在这里呢 按了它 复兴宣教事工 这样就会去复兴宣教事工的了 然后这里呢 出现就有 赞写贴纸 这里赞写贴纸 而上面有一个直播 这个直播 click这个直播 click了之后将它扩大 就会有 这里的Livestream Setup 有两个 第二个是串流今时 你将它移上去 串流今时 就是要扩大才看得到的 这些 然后复制 这里复制 复制之后 将它缩续 复制的过程呢 它一下就click完 它就 它又变回复制 但你一有个click就已经OK的了 将它缩续 缩续 缩续之后呢 就去回OBS那里 click这里 click这里 然后Ctrl V 就会将 先锁了的串流今时 就paste在那里 然后呢 下面套用 和确定 套用 确定 这样的时候呢 它就已经可以直播了 要直播的时候呢 就要开始串流在这里 开始串流 因为呢 我现在是 想练习给大家看的 那我就再做一次 就不用复兴宣教示功 因为复兴宣教示功呢 是一直播就是全世界都看到的 所以呢 我现在呢 就不用复兴宣教示功 那我再做一次 那我再做一次呢 又是去回OBS那里 就是你以往有的呢 它会cancel了的了 总之你没有按到开始串流 如果按了开始串流呢 你就要再按它 变成熄回OBS的 OK 我现在试一次呢 就是 摄录 设定 去这里设定 设定然后去 左上角第二 串流 然后这里呢 click一 click 那个今时的位置 ctrl A highlight它 然后backspace 或者delete 然后取得串流今时 那么呢 因为我现在用 页目来到 练习啊 示范啊 那么呢 就建立直播串流影片 这个蓝色那里 那么呢 将它放大 就make sure 这里是指限本人 只是自己看到的 然后这里就有两 两道有出现 但是下底这里有 串流今时 按复制 它复制立即有一个 就会出现的 然后就去回复制的了 缩细 又去回OBS那里 click了这个 放串流今时的地方 然后 Ctrl V paste上去 从下底 套用 确定 那么呢 现在就 make sure 这里是指限本人 现在这个练习 开始串流 这里开始串流 就是停止串流 而且下底有一个绿色啊 如果那个网络够强 如果不是有黄色 如果再参加红色 这样的时候呢 就非常不稳定的了 然后这里就出现这个 开始直播 未按这一开始直播之前都不是直播着的 一按开始直播就直播了 平时如果真的直播就不是指安本人是公开的 而是去复兴宣教士工那里的 然后这里就按开始直播了 一按开始直播就开始即时直播了 也可以在之前按这个开始录制 以及摄录机可以开始录制 即是说当我准备差不多准备的时候 就开始录制 又按了camcorder 然后就开始直播 我们一开始直播就已经直播了 我们稍后会听到的 你看到我稍后播出来的时候会听到的 然后我将手指 咦 现在freeze了 现在这个freeze了 这个就是有时会发生的事情 freeze了 为什么freeze了呢 因为我手在camcorder面前没有东西 这样的时候需要做什么呢 当我开始说 视信结取装置 点击消息 减消息 没了 上面是否解答 是的 现在下方没有了视信中的装置 接收了 然后我们再加上 加上 加上 视讯结取装置 然后确定 现在还是没有 这里按确定还是没有 可以做的是什么呢? 先把视讯结取装置 删除 然后按减号 按减号 就没有了 然后 将这个 HDMI box 那个线 进来的 USB3.0 拔掉它 拔掉之后再 插上它 插上它之后 然后再 在这里加上 又是视讯结取装置 上高 按确定 然后现在看到它已经有了 看到这里的选项 是3.0 但已经看到 CAM COORDER有东西就OK 按下按确定 确定之后 现在动手是有东西的 我们现在 其实这个过程是一直在直播 不过只是自己看到 我现在做了一段 我现在在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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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感谢天父 大家看到这里的声音 是在动的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神在爱我们的 荣耀归给主 哈利路亚 感谢主 祈祷奉主耶稣 圣名 阿们 好 然后按这个 结束直播视像 然后上高按结束 这里 按了结束之后 这里就停止 录制 和停止串流 这里就变回了 开始串流和开始录制 就已经停了 好了 好了 那我现在就看回 最先的影片 按回页目 那里 现在这里已经有在了 我现在播放它出来 看看 我待会听到的 你看到我 待会播出来的时候 会听到的 我将 手指 咦 现在缠终了 现在缠终了 这个就是有时会发生的事情 缠终了 为什么缠终了 因为我手移动 在Camp Corder面前 没有东西移动 这样的时候 需要做什么呢 现在我跳在后面 跳在后面 不过只是自己看到 我现在在这里 圣名 阿们 我现在在这里说话 我试一下 现在 我手指又移动 你看到我手指又移动 赞美天父 感谢主 祈祷奉主耶稣 圣名 阿们 好了 然后按这个 结束直播视像 然后上高按 结束 这里 OK 那里就停了 同时 我们也是手机 就是 又是直播的 用另一户口 即是如果Camp Corder 用福兴宣教士工 手机 就是用业目的 我之前在做那个 Facebook的时候 就不记得了做一件事 我现在再 把名字放进去 那我再做一次 我真的发觉 好容易脱漏 OK 这个 设定 去按 先按 再按 先按 先按 再按 先按 先按 再按 在现在的 按 ctrl A 再按 按 先按 然后按 取得 串流 这样 然后 立即 这里出现 这是 页目 如果我們平時去復興宣教士工就按這個箭嘴 去到復興宣教士工 去到之後讚寫貼紙 然後上高有直播 我們按直播 有個名字 直播視像標題 這個名字從哪裡來呢? 通常我會把它放在桌上的左上角 開啟廣道主題文件 開啟廣道主題文件 於是按次不要太多 按壓就按下保證 然後它把照片放在這裡 例如是按 fitness 直播視像標題 按壓上V 就上了個標題 然後將它在窓面 Chrome 放大 滾上去 我平常是用復興宣教士工,但我現在不是,所以我們用頁目 用頁目,它又沒有了影像,又要再來一次 再來一次,再按設定 然後就是,按寸流 又開啟這個寸流今時,Ctrl A,開啟了它,按Delete 然後取得寸流今時 在這個Facebook那裡,這裡就是頁目 直播寸流影片,Click那裡 Click完之後,將它擴大 就會下面出現寸流今時,直播視像標題一樣把它放進去 因為正先Copy那個不是來的,因為剛剛Copy 啊,OK的,Ctrl V 啊,不是了,沒有了 這樣就開啟一個Text 然後Copy回正先那個Text 現在呢,將它放進去這裡,這個標題那裡,Copy Paste了下去 然後這裡呢,就是,串流今時,複製 它馬上出了個Text,然後又變回複製,縮小它 然後去回OBS,在這裡,放串流今時那裡 Ctrl V,Paste了上去 下面按套容和確定 那現在呢,那個... 還有前後左右都有的 我將它整細 可以移左移右 那... 那... 那...如果可以的時候呢,就是... 就是... 整個人企高 但是呢,你看一下,需要不需要將那個... 啊... 這個... 這個PowerPoint那裡縮細 現在看到呢,就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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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按钮来换换,但摄录机会录音 所以用向下的箭嘴 按钮后,这锅子可以移动 在上面广度的时候,这锅子会跟着移动 这锅子是跟着移动的,右边移动,左边移动 这锅子不可以太小,解像度不高 但要是三分之一的文莫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就准备开始串流 开始串流 立即变成停止串流,这里出了一个绿色方格 告诉你们的速度是什么 这里开始录制 开始录制 然后开始直播 开始直播的时候,按钮后就已经开始了 我刚刚说按钮直播,我们会立即听到 要将这个POWERPOINT去到面头 去到面头,你可以控制它 可以一路控制它 还有,跟着我讲道一路移动 我们现在再练习 这个手指在这里移动,慢慢移动 看看,一会在影片里出现 多谢天父,赞美天父,感谢天父 荣誉,应该要圣赞归给天父 哈利虞亚 祈祷奉主耶稣,圣明阿们 按下,结束直播视像 按上高要按结束 按完之后,再按停止仁制 先按停止串流 接着它就会变成开始串流和开始录制 好了,我现在又再看录制刚刚的影片 现在开开听 一按了,即刻已经开始了 我刚刚说按开始直播 待会我们听回是立即听到的了 现在在这里 开始直播的时候,一按了,即刻已经开始了 我刚刚说按开始直播 待会我们听回是立即听到的了 立即听到的了 你将这个power point 去到面头 去到面头,那你可以控制它了 可以一路控制它了 还有,接着我讲到一路 哈利律亚,来到奉主耶稣,圣明阿们 然后按下这里,结束直播视像 然后上高要按结束 OK,结束了 好了,那我们先看这个电脑六按键 下面按这个电脑小按键 按了之后呢 出现这里就有其中一项是选影片 开了之后呢 就有只先我们做的几个影片都出现了 在这里,几个都出现了 那我们听回最后的那个 听回最后那个 然后呢,开始直播 开始直播的时候呢 一按了,即刻已经开始了 就用手指将这些影片拖出来 可以拿回去做剪接了 好,祝福你们,多谢你们 这个无线麦,用完的时候呢 就这样放在这里 然后把它按扁 然后呢 放到这个胶袋那里 因为这样按扁才可以容易放下去 就是跟着它的形状 跟着它的形状 这样按下去就可以了 然后放到这个胶袋里 好,祝福你们,多谢你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